大家好,我是导人九尖兵陈一三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幅画是齐白石的千铃花 齐白石画千铃花约1920年代开始 是因为与一段美南风先生的友情 自从于美南风先生家中看到像手长大的千铃花 千铃花就集成为白石老人画中的对象 大家来看一下 虽然这一些千铃花只有五朵 但是齐白石用最亮的阳红色搭配最亮的绿色 是最浅的绿色 是因为要凸写千铃花这个主题 我的导演到此结束,谢谢大家